第十三章 施中坤讲清晨时 李竟被发现在那棵树上吊自杀了 李平说死在那棵树不都是女性 施中坤叹了一口气 他找过里长讨论命案的事 也去警局翻死者的资料 因为以前的资料是手写的 也保存的不好 死亡的人数和大山提供的人数对不上 但可以决定死者都是女性 而且他发现一个共通点 死者生前不是刚经历情商 不然就是和家人感情不目 只是这次死的却是男性 实在很匪夷所思 周天琪毫不留情的说那种混蛋 死了一了百了 有什么可惜 李瑞颖感觉周天琪 似乎很讨厌那个李静 周天琪才说 那个混蛋根本不是人 好手好脚不去工作 整天游手好险 还染上了毒瘾 没钱买毒品 就来找他老婆要钱 他老婆不给就找人来砸店 要不是他爸拿钱出来瞧事情 他早就关进监狱 李瑞颖没有想到李静竟然这么坏 施文琪火大地说 周天琪没有带小鬼去报仇吗 周天琪说不能啊 李静的身边跟了一只恶鬼 非常的凶 他不能让他的小弟去送命 施文琪又问是什么恶鬼 让周天琪这么害怕 周天琪也不知道 就感觉很邪 施政坤猜测 李静应该是有在养小鬼 而且一定是怨气深的鬼 养小鬼的人 如果没有满足小鬼的要求 最后是会被鬼反噬的 他有个直觉 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李平说差不多也该吃午餐了 他来煮面给大家吃 施政坤说他身上还有伤 还是多休息 叫外送就好了 李平嫌外面的食物不干净 变玩具了 李瑞颖见他们各持己见 自告奋勇而说 他愿意煮面给大家吃 不过要李平教他 李平怕李瑞颖会受伤 不是很愿意 可李瑞颖不怕 刚才也是估障 口头教他包扎伤口 他也是顺利完成 而且他觉得厨房的工作很好玩 他想学 李平见李瑞颖这么坚持 只好教他煮面 周天琪也跟在旁边看 有时不上几句话 施补起看见李瑞颖的笑容渐渐多了 灰暗的眼眸有了光彩 他由衷的希望李瑞颖能一直开心 忍不住了低谷 要是李瑞颖是李平的女儿 那该有多好 而施中坤诺有所思的看着他们三人 在天界 天地和天后坐在大殿内 正灵厅底下一名天兵 汇报冥王大人 已到阳间调查鬼魂之事 天地嗯一声 要天兵继续的监督冥王大人 有任何的状况都要禀报 天兵遵命的退下去 此时天后才开口 他不解天地为何要监控冥王 毕竟冥王是他一手带大的弟弟 天地愁容满面 他有一种预感 冥王这次去阳间会遇到劫难 他可能会失去这个弟弟 天后认为不妥 冥王自从那件事后 性情大变 见得冷峻难以靠近 如果让他知道 天地在监视他 恐怕会离天地越来越远 可天地却说远就远吧 只要冥王平安无事就好了 第十四章 隔天李瑞颖坐在椅子上 一直打哈欠 施文起关心的问 他昨晚没睡好吗 李瑞颖说他昨晚睡觉时 一直感觉到有人站在床边看他 可他睁眼看却什么都没有 一直睡得很不安稳 周天奇说怪了 昨天他巡逻时 有到他们的房间看过 没有异样 难道是有鬼 趁他不注意时飘进来 呆死的 他去问问那群保镖鬼 与弊 周天奇马上消失不见 果断的处理事情太有破滤了 施文起眼睛露出战散的光芒 直说这是他见过最帅气的鬼了 李瑞颖取笑了施文起 口水快流出来了 擦一下吧 将纸巾递给了施文起 施文起害羞而推推李瑞颖 李瑞颖笑了笑 说他也认同 周天奇在处理事情上 有决断不扭手扭脚 而且很有商业头脑 常会给他一些意见 帮助店里的生意兴隆 李瑞颖问周天奇是怎么过世 李瑞颖患上责怪的表情 还不是他自己爱玩 开着跑车在商上飙车 一个施数打滑撞到商壁就拜拜了 施文起有些惊讶 周天奇看起来温柔敦厚 没想到还有这一面 不过不减对他的欣赏 李瑞骗煞想到什么 笑得很开心说 最扯的是周天奇知道自己死掉后 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遗体秀附施 威胁对方要把他的身体恢复完整 不然他会每天去骚扰他 那遗体的修复师害怕到 帮他修复遗体时 手战斗了很厉害 一直说会修好的 会修好的 会修好的 李瑞颖跟施文起听完哈哈大笑 直说周天奇也太搞笑了 这时施重坤提着带子走进来 困惑他们何事笑得那么开心 施文起止住了笑 问他手里的东西 施重坤把带子放在李瑞颖的面前 说他来时看到一台小货车卖蛋饼 他记得李瑞颖喜欢吃蛋饼 就买了几份蛋饼 施文起赶快的拿出蛋饼 分给李平和李瑞颖 迫不及待的品尝起来 一边吃一边说 他老早就闻到这味道 口水都快流出来 施重坤面色慈想 咬施文起吃慢点 又问李瑞颖喜欢吃吗 李瑞颖咬了一口蛋饼 用力的点头 施重坤观察李瑞颖的脸色不好 担忧他的身体 李瑞颖把昨晚的事跟施重坤说 施重坤说不太可能 因为周天奇特地挑了20名 空无有力的鬼 守在房子外 而且李瑞颖有驱鬼服保护者 鬼根本不敢靠近他 并大声的叫着周天奇 周天奇不耐烦的飘出来 说施重坤是在叫魂啊 施重坤贼笑回 就是在叫周天奇的魂 周天奇不理会施重坤 讲保镖鬼没有看到可疑的鬼 为了以凡万一 他又找了10名的鬼守在外面 这10名鬼生前是特种部队 由他们守着会比较安全 李平也觉得谨慎一点 会比较恰当 施重坤说有鬼保护李瑞颖他们 他和施文奇就能放心的去做晚上的事 施文奇呼了一口气 扭动了身体 终于能活动筋骨了 李瑞颖问他们晚上要做什么 施文奇说线下虽有很多的线索 但还是拼凑不出一个真相 所以施重坤晚上要在那棵树前开谈做法 看那棵树里头到底躲什么东西 李瑞颖问会不会很危险 施重坤不回答 因为他也不知道 这还是他第一次遇到未知的事 这么的彷徨心慌 宗天奇认为凭他二人之力实在太危险了 他愿意带上他的小弟们 一起对抗那棵树 李平和李瑞颖也愿意帮忙 施重坤拒绝让李平李瑞颖去 他们没有法力护身 要是鬼物 李平立即打断施重坤 指他可是有武器 刻意强调武器二字 周天奇的嘴角凑动了几下 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李平的武器了 李瑞颖举着项链 说他也有武器 施文奇望着他们几个人和鬼 喊着他们好像超级英雄 拯救世界 不如就叫抓鬼联盟 好尽又其名 周天奇念了恋 对施文奇举起大拇指 称赞这名字好 以后他们抓鬼时 他就派小鬼去找寻线索 他们互相配合合作 一同拯救世界 周天奇带头喊抓鬼联盟的口号 其他人也开心的大笑 突然被人窥视的感觉又出现 李瑞颖转头四周的军事 施文奇问李瑞颖怎么了 李瑞颖想应该是错觉 摇摇头说没有 接着和大家讨论晚上的作战计划 晚上时 施重坤站在树前开始做法 施文奇守在旁边 周天奇和李平李瑞颖站在后方 李瑞颖斜眼的朴身后的一排又一排的鬼 内心精怪说 这是要去打仗吗 也太多鬼了 周天奇以为李瑞颖是在害怕 要他别怕 他找了两百名的鬼来保护大家 这里头有古代的将军 士兵 现代的特种部队 还有拳击手 有谋略也能打 放心吧 李瑞颖有些尴尬的笑 这时候施重坤把手中的陶木剑刺向了大树 但突然一股强大的阻力 正阻挡陶木剑刺向树 施重坤的嘴里不断的念咒语 手中的剑随着脚步 一步又一步的往前进 正当剑要刺中树干时 一团黑剑一面的扑向施重坤 施重坤反应快 往后退好几步 拿出幅度攻击黑器 黑器内不断的传来女子的凄厉叫声 志文奇趁机的拿红绳抛向黑器 红绳一接触到黑器 立即的捆紧 黑器越是挣扎 绳子捆得越紧 慢慢的一团黑器逐渐的消散 变成一名面容恐怖的红衣女鬼 施重坤举高的桃木剑 对准了女鬼 只问他这里发生命案 是不是和他有关 女鬼狂妄的大笑 说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人都是要死 早死晚死而已 施文奇生气了 拿起鞭子殴打女鬼 说那是好几条人命 害死人就算 连红货也吃 简直是恶魔 女鬼无所谓的回 他们倒是把事情查得一清二楚 看了一眼周天琪和他的手下们 嘲讽捉鬼师和鬼联手抓鬼 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并发出尖锐的笑声 施重坤要他们捂住耳朵别听 取一符咒又丢向女鬼 女鬼痛得惨叫 施重坤呵斥了女鬼 不享受皮肉苦 就老实的交代 为什么要害人 那些人的魂魄 是不是他吃掉 女鬼嘴硬的不说 只是一再的笑 要施重坤打他 越打他就越爽 这话听得周天琪直喊变态 那女鬼以为是在演电影啊 李瑞颖一问 有电影这样演吗 李平要周天琪打住别说 并对李瑞颖说 没有啦 是孤障乱说的 李瑞颖才转回头 继续的看施重坤 李平怒顿了周天琪 周天琪捂住嘴 不敢讲话 李瑞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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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瑞颖